明报报道 近日各政党团体先后见财政司长陈某波 就下个月22日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提交建议书 工联会昨天提出85项建议 希望政府推出逆经济周期的措施 输解民困 包括看每个市民派发不少于1万元电子民生消费券 作生活开支 又建议资助港人的新冠病毒检测费 相信有助港人对外流动 《文汇报》报道 科学员昨天举行微生态峰会2023 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指出 香港拥有国际级科研人才 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保障等优势 绝对有条件成为长度微生态 创新医药产业的亚太区疏纽 特区政府应该把握机遇 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医药认证 并联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建立区域性的 药物监管及认证中心 因应微生态产业发展 政府更可以利用洛马州河吐区 建设现代版的挪亚方舟 主传包括初生婴儿健康分辨等大量样本 成为具全球影响力的微生态生物样本腐 主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